最新说明 朱美琳 或是雷雨的状况 其他各地呢 大致都是多云稻晴 不过还是要注意 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午后雷震雨 在对流云系发展 比较旺盛的情况之下 还是会为北部地区 还有各地山区 在午后带来 比较明显的雨势 也因此要提醒大家 在中午过后 留意天气上的变化 我们先从地面的 天气图上面来看 这是今天清晨两点的分析图 可以看到台湾附近呢 大致上是一个 偏南风的环境 而在今天的清晨到上午 这段期间呢 金门附近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其他各地大多都是一个 比较多云稻晴的天气 在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比较明显的云系呢 其实是从清晨到上午 在福建沿岸这个地方 开始有比较明显的 对流发展起来 因此也为金门附近 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 至于台湾附近的话呢 是在南部地区 偶尔会有一些 零星的对流云系出现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在今天的降雨几率来讲 还是稍微有一些 有一些的 所以提醒大家也要留意 那我们从累积雨量图上面来看 今天清晨到目前 各地的降雨都是比较零星 不过在金门的金沙镇 有日累积雨量来到53毫米左右 是比较明显的降雨 而我们从今天的降雨趋势上面 可以看到 今天整体上白天来讲 主要的降雨都是午后雷震雨 要提醒在大台北地区 还有各地的山区 中午过后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局部明显的雨势 容易有局部大雨 甚至伴随短延时强降雨 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 因此也提醒大家 留意午后的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在未来的降雨趋势方面 我们今天的下午这段期间 要留意的就是午后雷震雨 到了晚间 午后雷震雨的状况就会趋缓 剩下一些山区还有一些降雨 那至于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呢 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在中南部地区 也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或雷雨 所以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的 中南部地区 降雨几率稍微比较增加一些 这个部分也提醒大家留意 至于在未来一周的天气方面 从明天一直到下周二 台湾附近大致都是一个 西南风的环境场 所以说在中南部地区 偶尔还是会有一些 断序的出现下雨的状况 那在中午过后呢 各地的山区 还有北部的大台北地区 也容易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震雨 提醒大家 在午后呢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雨势 而至于在各地的山区 由于午后也是有下雨的状况 再加上过去几天 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情形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说如果前往山区活动的话呢 还是要特别留意 山区的土石比较松软 容易有一些摊方落实的状况 那在温度方面呢 由于在降雨主要是以午后为主 所以没有下雨的时候 各地的温度上面还是会比较高一些 感受上比较闷热 预测各地的高温 在未来一周以及包含今天 都可以来到30到33度左右 尤其是西半部地区 会有32、33度左右 所以说感受上面还是比较闷热一些 因此呢 在中午前后户外活动 还是建议多加的补充水分 以避免中暑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说明